秒开有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.sworld。在黑子的一篮里,永远有被贬低的对象,即使这个对象,是超巨。在真意的眼里,也存在着这么一个定力,即使这个球星,打得不怎么好,也值得被原谅。然而,现实里,还是有伟球星,和真巨头。 笔者觉得,今年的季后赛,乃至总决赛,就揭露了伟球星,和真巨头之间的巨大差距。塔图姆,一直以来,被看作万八传人,但总决赛的表现惨淡,他总是能在上半场,贡献15家,但到了下半场,塔图姆,第三节,场军仅有5.5分,命中率,27.8%,三分命中率,不足19%。 第四节,场军仅有2.8分,命中率,仅有25%,三分命中率,仅33.3%,完全不像曼巴传人。库里,今年总决赛的表现,太让人惊讶了。 场军35,加7加4的表现,投篮命中率,达到50%,三分命中率,达到50%,四场比赛,库里每场都能贡献5加3分,确实太惊艳了。 14,至15年的库里,库里夺得了总冠军,但没能拿下FMVP,被人诟病。15-16年的库里,拿到了73胜,但丢掉了总冠军,被人诟病。 被欧恩单吃,被山穆斯单吃,这样的库里,确实离超距,有巨大的差距。但今年的库里,明显感觉不一样了,不仅仅身体增加了20多磅,对抗,变得非常出色了。库里,更是在处理球上,变得非常的长。